百年变局对话陈平 我们来继续另外一个 同样有点困难展开的话题 我们在前一期的对话中 我们谈到了如何实事求是的客观的 抽离的看待过去12年 那么陈平先生阐述了一些大道理 小道理 阐述了历史事实 阐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我认为态度是诚恳的 如果是组织生活会上来 应该是可以通过了 但一定是有争议 因为只有他有勇气 挑明了这个话题 坦诚自己曾经的幼稚 这不是一个陈平 这不是一个陈平现象 这是一个从80年代已降 将近30年代中国的自由派学者 公共知识分子 普遍存在的一个认知的盲区 认知的物点 那么今天我们在上一期节目 把它挑明了 其实另外一个话题很自然而然 就会涉及到如何评价 过去12年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所作所为 以及你怎么理解他这样的作为 我刚刚已经说了 一个人的革命 一个人的战争 一个人我想到一个词叫寂寞和孤独 而且不得不承认以一人之力 既往腐朽之帝国之 帝国之 就是一个人之力 这个倒下吧 没有倒下 对不让他倒下 一人之力 大厦将请 以一人之力而勉励地支撑着他的 维持他的存在 这是一个不可能的 不不 还把他的筋骨 给重新撬断 跟哪吒那海一样 重新把筋骨各方面 他可以建起来 关键是接起来的 党国体制 别人是一种溃败 溃败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他整个组织 就像我们说吧 什么叫溃败呢 就像一个人 一个人叫老死 老死 就因为年龄 等于叫自然死 老死 老死的特点 就是活成每个地方是好的 就整个是溃败了 就是全部是衰竭了 一个危急不可终日的一个政权 那么一个人 这个时候就出现 那么前一期节目谈到 他有某种朴素的 共产主义 人叫主义的一个情感触发 起码他是用那个什么呢 是以 用那一种 慈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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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表现下的 完成了这么一个十二年的 一个 一个 我这么说吧 帝国未导之成熟 不仅未导而且还成熟 不仅未导而且还成熟 而且 就他会导了 你别导 别导 别导 然后呢 哎 这其实是一个不可能的论文 我现在真的觉得 这个 我想请大家 不要再用一个 这个现在领导人啊 什么学历不高啊 就科尔班的学历不高啊 什么这个知识 什么不够援描 我认为这些看法都是太表面了 这是嘲笑的一个话题 不是一个问题的本质的解释 如果还这么看 就像我一样的 只是证明实质上自己的幼稚和无质 你是在为一位备受争议的领导人 寻求一个相对接近客观公正的历史评论 不不不 我是觉得 对他怎么评价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 真的不太重要 嗯 对吧 就像我们现在对 这个中国历史上这么多的皇帝评价 像对中国历史的到现在重要吗 说实在这个评价不是这么重要的 而我们能够能够清醒的 近乎带着一点自我残忍的一种心态 去认识过去的十几年的变化 这十几年变化呢 冲准了我们很多 你刚刚已经说了 你刚刚已经说了三十十年的 自以为师的 自以为师的普世价值的认知 我加上自以为师又自的普世价值 我不是否定普世价值 俄国十二叶党人之后的社会主义的启蒙 其实都有这个过程 只是俄国的激进主义会走得更极端 他的民粹派贺金这些人的东西 彻尼血乎之机这问题 中国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 很可惜 没有产生像彻尼血乎之机 像托洛斯泰 像贺金这样的 原始的朴素的社会主义 理论家思想家 以及有一定的文艺思想表达的人 没有 你看看找不到 莫言那不算 也就是我们能够不能够 我们既然要关注我们这个种族 关注我们称之为主国的这块 这块土地和上面所发生的 以及我们希望它能够站在世界文明的行列和潜力当中 既然我们有这个情怀 有这么一个追求 那么说是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知 就是我们看见的东西 你抹不掉 你要承认它 我今天如果就不会把我心里纠结了好长时间 我承认它 说出来吧 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 还有分享 成名扮想 不是 这个 不知道我怎么不敢说了 说吧 为什么不敢说呢 既然已经有开了一个话题 而且我们做了一个 很真诚的 我承认现在的这十二年的中共最高领导人的 我刚说的这些历史性的贡献 时间再往前面推移 这是再推移到1949年后 在那里不得不承认 中国共产党 我们先别看他说了什么 我们看了在我们成为祖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个变化 这几十年也是真是非常了不起的 也是人类史上没有过的 老样我们两个基本年纪相放 我们都知道在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老七十年代 中国是什么瘦样 太知道了 我们是饥饿的一代 多贫穷啊 对 饥饿的一代 多懦厚啊 就像前两天我看到人家在微信视频里发的 一些农村的大妈跳舞唱歌 有些人说要战土要穿的衣服 我当时说穿的衣服很好了 你看上面有一个补丁吧 对 我们那时候一个人一年是两尺式的布票 对不对 以前从五十年代 我们有记忆开始 一个中国人身上没有补丁 衣服没有补丁 不敢穿出门 真的 就很富有了 对 对不对 对 然后前三年后三年补补丰丰又三年 对不对 对 而且你花了冬天 穿的棉袄棉裤不仅说外形多么臃走难看 棉花不露出来都很少 我记得我下乡之前 那时候武斗啊 然后呢 分了一件那个志愿军那个棉袄 志愿薄的棉袄 我这件衣服一直穿穿到乡下 还有一床小被军被子 就靠着那个维持了在乡下的八年 而这些东西都这种贫困这种这个基本上那时候哪有高速公路 把这个摆油路水捏路就不得了了 对对对 我想象的地方是建国六十年 当时的县委书记给我发了一个非常高兴的电话 说杨老师我告诉你一个特大喜新 我以为什么事 我们县里面终于有红绿灯了 现在有高铁了 这个哇这个一股七十年吧 七十年这可是960万平方公里 不是吗一个 十十亿人口 这就是理想这个整个的基本建设 城市建设 包括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 我出来完看了一部什么纪录片 哎呀我想想不想 反正意思就是呢 讲了这个大唐盛世 所谓大唐盛世的标准定在哪里呢 就是没有饿死人 还没有到吃得饱 就是还能够 大唐盛世的标准是 大唐盛世的标准就是 都还人有得吃 但是一直到明朝 一直到明朝军队 军队征伐 才开始没有带人标准的标准的标准 人相识在历朝历代是普遍的 所以我看的话大唐盛世就是一个没有普遍的饿死人 所以你看这七十年当然有世界的公益革命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这个中国共产党啊 其实是有文革有反右啊有很多 党内斗争平环的政治运动大饥荒大跃进 但是这个这块土地上面就像魔术般的 突然在物质层面进入到一个超现代的文明社会 你是战力支持今天是不绝一口啊 我既然说了嘛 对对对对 对对对 这也是个客观存在 不 这个是奇迹啊 对 客观奇迹 再来说回过头来我想 真的你要说 这一两代共产党人得到了什么 我坦率说啊 我是存在这种所谓这个叫做干部子的家庭 薪水稍微高一点 住房稍微好一点 你要说从合法的利益上 没有多少合法的这个特权利益 这个就是这里说的是普遍存在的共产党的这个老一代的干部的情况 家庭提告 切国大道利益集团不在其内 对对对对 普遍存在呢 Abdullah Party 那它是非法的利益 对对对对 你要说是合法的利益 也收益不多 他没有封喉 封什么都没有啊 没有搞世锡 对不对 没有搞世锡 没有搞这个贵族等级词 我在北京在广州 见过一帮开国元勋的后代 生活很困顿的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宽裕 建国的后代现在都挺寒酸的 对啊 对啊 但是这个普遍是存在这个现象 所以你要是再说的话呢 就是我还是希望 就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 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 包括海外外的 冷静地去看待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用 我们未来的社会 肯定不是现在这种体制 当然现在这个体制 我也再说了 它是中国两千年来 在秦制的延续 对 秦制 秦始皇也是人类历史 一个了不起的伟人 他建立起来这套秦制 也是世界首创 而且是几乎延续两千年军务金 你比如说 文官制度 文官制度和行政区画 对 以前不管欧洲哪里都是 贵族领地 大大小小的领主 他才那么早就把领主 各种全部 分封金线 然后全是行政区画 对 变成行政区画 而且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的行政区画 基于一个国家的统一和治理 有很多很妙的处理 比如说 大梁山小梁山 就分割给云南 四川贵州 就遗族就分而自治 比如西藏前藏后藏 这个等等的事情 你要看区分了多少 甘肃 青海 西藏 还有呢 这个四川 就把它分割掉 比如说汉中 是四川的风俗习惯 它死活地把它挂到了陕西 让你这个一马平川 没有任何的战略屏障的东西 新疆的治理 他妈 今天还不如清晨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这一套成熟的体制 固然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思想禁锢 还有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弊端 但它也是一个独特的文明形态的存在 不 你要说整个欧洲 那种贵族 那种这个 那种各个基于贵族 基于领地发展起来的这种国 城邦 坦率地说了 这个秦的体制 比它优越得多 对 你说的这个城邦贵族的这样一个封建独占性的东西 其实是极大程度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创新 所以为什么英国的是工业革命在英国跟这个有关系 我现在想了我们以前老说中国是家天下 以前的欧洲那种诸侯那种国家那是家天下 中国现在比较担心的一点 从党天下到家天下你认为这个趋势明显吗 这里面涉及到对习近平本人的历史定位和不一定 我觉得中国这点我现在真的有这个 还是一个可以说是不是太清晰的一个自信吧 就是中国人正在创造一个人类的 一个更 我不叫最更先进吧 就是更加这个有鲜明中国中华文化特色的一个制度 那好了中华文化特色的特色是什么 我现在说对 这个我还想讲到 现在一说我们中国特色中国国庆 什么是中国特色什么是中国国庆 我在我概念里面有几个非常鲜明 中国的国庆就是秦帝制 秦帝制 秦帝制 就不需要再去什么用这个国庆两个含糊 就是帝制 就是中华帝制文明 对 对中华帝制 这个帝制呢 如今说是家天下 不如说是什么呢 这个行政集权制 行政集权制 黄帝有黄帝的规矩 黄帝也不能乱来 国库是国库的 黄帝失散失散的 黄帝有时候没钱了 不代表国库没钱 这个 现在这个党国体制的党库通国库 可能跟你说话这个有差异性了 有差异 你看秦帝制 挖的是从文官 武将 军线 包括法律 它是完整一整套东西 在秦始皇家 1949年以后的建政 其实比秦帝制又多了一个延伸 第一它摧毁了四身阶层 第二呢 它的行政管理体制一直进入了春 他妈 太了不起 秦始皇想见 没有见 没有见 秦始皇这个家谱 来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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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时候没有这个 十几年 没有现代通讯工具 对 交通和通讯工具 对 但整个人 中国国库 从国体和制度 就是前地质 好了 就是中华地质 我们把话题 文化 我再叫文化 就是以家庭 就均均层层 夫妇之子 夫妇之子为主的 奴家文化体制 以及包括在这上面形成的 永鲁观 什么观 道德和永鲁观 龙鲁观 龙鲁观 现在他妈哪里有龙鲁观 以及中国 一个特点的 一种所有制 你不要说中国没有所有制 中国是 他从来都是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但是王土之中 又都有贵属 我们把话题 拉回对习近平的过去十二年的施政的评价是什么 既然过去的十二年它的出现是历史的一个必然 而且按理说大厦将清 他一人之力的革命 把这个大厦做了一个结构性的重组 那么还重组得到目前的相模相扬 这还在延续 我应该这么说 他会 或者是他的 他的政治生命的 第二个阶段 或者对这个中国的社会的大变局的下一个阶段 奠定了 我们来聊聊 跟这个相关的话题就是 中国在处理跟俄罗斯的关系问题上 你有什么见地 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世界的政治舞台 地缘政治的博弈过程中 中俄这种关系 当然九十年代的垫垫的不结盟 不怎么样 不针对第三方 之后到今天为止 基本这个形态是没有违反这个散布的 但是在俄乌战争的问题上 中国的一反常态 选择了站在一个侵略者的一方 那么中俄关系在冯一军先生的一些评论上 中国潜意识 中国共产党的俄罗斯的因缘 包括苏联共产党 共产国际的因缘 至今为止对俄罗斯是有一个畏惧感 心理上的恐恶症 甚至包括俄罗斯的思想文化 甚至包括东正教的激进主义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摧毁和重构 你对这个评价会认同吗 这个百分之七十的认同 百分之七的 但是我认为 从中国共产党人的主流 当然你不能说那是个什么博物 那些完完全的小青年 都不是个培养出来的 三十岁都不到 对 对 你不能把他们当一回事 对对 他们是真心的 从感情上的 就是情恶 对 对吧 除此以外 中共共产党的 不管是共产党 中国国民党 国民党 他们都是带着一种 长期的 这个 某种程度上 是一种对 俄罗斯对苏联 是权益 权益之计 对 权益之计吗 权益之计 毛泽东不是权益之计 毛泽东心里面 对 毛泽东对斯大林很干的 是个权益之计的 权益之计的 权益之计 到文化观 都得想过去 但这一点呢 中国共产党人做不到 打凡是一个垄断政权的一个阶层 一个团体 都不太愿意接受 权利是好东西 对任何个人权利是好东西 你要他主动放置权利 另外中国人的社会 中国的文化 又没有主动放你权利的认同 中国主动放置权利 还是有了散让 哎呦 散让 散光 新加坡的散让你觉得傻瓜 他这不叫散让 也有一点这样的味道 他毕竟来讲 他那个底价不可能弄到下去的 中国人士啊 你和权利上的权瓜 那中国大多数的 我们从宏观的角度 战略的角度 历代的中国领导人 毛泽东以下 跟苏联和俄罗斯的关系的处理 包括江泽民他们 是一种不得已的权益之计 这一点 你怎么选择 他说邓小平是相对公开青梅 对 对吧 对 但邓小平公开青梅 就必然最后出现 八九 民运 六四 六四 对 他也是他的必然 实际上他是要求全盘西化 对 对 但全盘西化这个路走得走 走不通呢 第一 应该 我想这里有两个问题 一个 中国人的社会 东方化应该不应该 走 全盘西化 第二 是不是走得通 是不是走得通 是吧 连俄罗斯都走不通 对 我认为 现在我承认 不应该全盘西化 这是你一个很大的思想修正 全盘俄化 早期的共产党人 这个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明天 对 那是幼稚党 幼稚党 同样我们这些叫右派幼稚党者 是要全盘西化 全盘西化丢掉了这个根本 这我提出了 中国有两个幼稚党 一个左派幼稚党派 一个右派幼稚党派 了解 中国这个社会 两极跳来跳去的舆论 两极跳来跳去 就是在这个两个幼稚当中跳 我们为什么会把外交这个话题说 跟俄罗斯的关系说 来做一个阐述 就是这里面牵涉到的过去12年 习近平在外交理念上的事件 的一个评价定位 我想我们把话题也提了出来 紧接着呢 可能我们还要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12年的整顿 习近平对这支中国的军队 是已经完全掌控呢 或者现在还是力所不待 从这次习近平到欧洲访问 我觉得是掌控 掌控 因为你想刚刚军队 又经过那么大的整数 整数 诶 却我走 就这么一大控制 OK 好了 军队已经行使有效的控制 外交上呢 又有自己在这一套的潜移之计 当然也排斥的不同倾向的全盘化 全盘俄化 全盘西化 想找中国自己的道路 那么好了 其实其他的东西还有一项就是 社会的这个大规模的控制 因为有了大数据 应该现在是一个比较 控制力比较 比较扎实的时代 比江湖时代 比邓时代 应该说多了一个技术因素 嗯 其实还有一个争议点呢 就是经济 经济领域 我总觉得他身边的 懂经济的人不多 把这几个话题都做了一个归纳和总结 大概对习近平 不 我想说 我不是说习近平个人 就从中国社会来说 中国社会 中国社会 这个确确实实 现在 我刚说的第一 就是两种幼稚兵 主导了中国百年舆论 百年舆论 对 一个叫做左派幼稚兵 一个是右派幼稚兵 我是右派幼稚兵 可爱极了 可爱极了 对 对 实际上面 中国社会真的 既不应该全盘俄化 就当是全盘俗化 也不应该全盘西化 也全盘美国化 因为我们这个种族文化独创了秦制 那么好了 你怎么理解中国社会 独创了秦制 2000年的秦制 你能够说是 嘿嘿嘿 这个你是不存在 你如何在这个基础上解读 中国是现代化的内涵 这个口号很响 中国是现代化 我们讲一种事 我们说叫制度和文化的现代化 一个是物质的现代化 这两条腿呢 是发展不平衡 物质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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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从中国的高铁 高速 高达高楼 城市化 包括中国那些检测 龟斧深宫的奇迹 那些桥梁 那些工程 根本就 其实还有一点 可能因为我们 没有去注意到 中国在过去的十二年 农村的基本建设 也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从这个 物质层面的现代化 我觉得真是这个 发展不均衡的地区 那当然 城市和农村是不均衡的 对 还有一个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的发展不平衡 这个是因为中国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 是这样连在一起的 但总的来讲 这个物质现代化 可以说是基本完成 而且是在城市上和交通通讯 是超标准的完成 那么中国式的现代化 是不是有你隐含的 中华秦制文明和地质文明的一个和你内涵 在现代化的一个包装之下 对 因为在所谓的原教旨主义的实践过程中 实际上是有很多失败的案例 包括前苏联的解体 苏东的解体 包括最早的毛泽东时代的一些遭遇 那么中国就要选择像邓小平这样的亲美的改革开放的路线 那么中国式的现代化 是不是试图要向传统的文化做一些借助 做一些提取 然后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方面 做一些显而又见的修正 我觉得说马克思主义的 它无愧就是我们所借鉴的 就像吸取 不管是佛教 道教 还有什么伊斯兰教 还有什么古希腊的思想 那都是一个借鉴 核心你刚刚说了 就是 情治如何现代化 核心的话题就在这里 情治如何现代化 好 或者更准确 情治如何 走向共和 情治走向共和 这个跨度太大了吧 对 不不 这个 你要现在仔细看看 秦本纪 汉书 你看这东西 尽管 包括秦始华 包括这帝王 太口 闭口 什么 瓦人啊 郑啊 什么这些东西 好像这个国家跟他家一样实际上不是 这个结构就决定了 这不是他的家一样的东西 这是一个共同体 这是一个共同体 你就看这个 这个解读历史多了一个角度了 就是跟传统的对秦帝制 包括这个封建朝代的这个家天下的权势 你是把文官制度扮演的角色和功能 不不 他这块制度本 他实现这个结构吧 我们说任何个系统 你不能脱离他的结构来看他吧 嗯 嗯 他这个结构 震气天下 然后呢 就军军层层 层层 层层 你是扶婴于 那震气天下那个震 蛮可怜的 早上一大早 天还没亮 就上早早 你那个看看看看 对 跟徽子睡觉 不能超过一个小时 不停地敲鼓 不是他边上还有人看着 你说这过什么生活 这是过的是帝王的生活 还是国家奴仆的生活 他不懂成长 皇帝不懂像国家奴仆一样 国家的高级奴仆 这个比较成熟的就是 到晚晋的时候 明朝的宰相制 首府大臣 还有到清朝的 这个蓝书房军机处 他已经形成了一套 跟今天的所谓的书记处 政治局一样的一个决策参与的结构 但是呢还是定于尊 还是一人一锤定音 那个一尊 我如果用一个不准确的话 它叫捧啥 中国这个地勤地质和文化 哇这个很有意思 他把你定那个位置 也用文化给你确定了 又把你给规范 你的所有东西规范 七十年的一个熏陶和建构 即便是在过去十二年的大刀阔谱 从溃败地质大厦的结构性的重建 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庞大的一个官僚机构的机体 到今天为止 尽管抓了五百万贪官污吏 或者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些突出的一个分子 庞大的行政的官僚体制 其实对一个主要的施政者的一个结构性的重组 或者你说一个人的革命产生的阻力是非常之大的 现在我觉得 怎么样明确 这个 重述中华 OK 怎么明确重述中华 重述中华 你这个话题太高逗了 就述成个什么样的中华 OK 这点我想呢 这个 可以对所有人 所有愿意关心我们命产生 都是一个大课题 在这个重述中华的历史漫长的过程中 在对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的关键的十二年中 我们把话题拉回我们今天这个主题 怎么对习近平这个人 做一个相对客观抽离失事求是的历史定位和评价 以陈平先生的角度 他扫荡了 脱口而出 障碍 打破了结构性的 应该说结构性的这种进步的阻碍吧 但是往下怎么走 我觉得实话实说 我也没看出来 他有什么想法 那好 他已经基本完成了他的历史存在 他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原始股东的后代 他对父辈有交代了 因为他做得比他的父亲和前朝的一些前面的一些元老要出来拔锤 要这个很绝世的 他做的那个东西 毛泽东都做不出来 毛泽东都对官吊不满 对这不满 毛泽东只会搞谎话 试图搞文化大革命也都没有办法 对吗 最好最终还是失败的 哇他可好 就是用那个中纪委 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制度 他这套 哇就是这个 说抓就抓了 说抓就抓了 现在他们说当官是个高危职业 还有呢我在想我刚刚说为什么是 重塑中华文化 重塑中华里面包括其中在制度上 就是秦帝制 我们实际上就秦制 秦制怎么样 完成走向共和 因为原来呢 我说他不是共和 是帝制 你可以说他是家天下 但他又不是家天下 这就是秦帝制的特殊 他又不像那个 这个欧洲封建时代那家天下 他又不是家天下 因为什么来说 这个皇帝的受很多资云 而且他这个这个 但是呢 他是继承制 他是什么 继承啊 继承 继承的 就帝王那个位置是继承的 我们呢 在秦帝制 因为我们说一个国情 一个文化 你离不开一个制度文化 制度是什么 制度我们说就是帝制 这个帝制 是从继承制 是从继承制 我们走了一半 走向共和走了一半 就是呢 继承制 不可能再存在了 不可能再以 法统的方式存在了 对不对 那个帝制 秦帝制呢 是以法统存在 继承制的 对不对 就是那把这个帝王的 儿子孙子 这他妈存 年纪再小 三岁王王 以后抱上金兰殿 可是洛明啊 就是那个东汉 那个洒帽 对 你说对 这是法统 法统 他是个法统 这个破掉了 所以秦帝制 是走向共和 我們走了一半 下面是呢 最高領導人如何產生 如何受到制約 以前是由地制的一整套典章 祖訓 一整套體系來制約領導人和國家管理層 就形成了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這一套鋼廠的女體系 那麼很顯然這一套 我們不應該完全廢除 我現在已經轉變到這個程度了 保皇拜 不不不 就這一套價值系統呢 我覺得這也不應該完全廢除 這是你一個社會 我感覺隨著年稅和月曆的增長 你的真誠的表白自己的心路歷程的轉變 我一直覺得非常可貴 你給幼稚的自由 幼稚病的群體 樹立了一個榜樣 當然這會有一片罵聲啦 一片罵聲 他們那些狗屁什麼氣節啊 什麼爛起巴招 就我來給你風鼓啊 一大堆 但我願意很欣賞 風鼓了 風鼓我表現得足夠了 夠了夠了 夠了 不僅過了 太罵了 就是跟東林黨人不一樣 就沒被殺頭沒錄大獄而已啊 該有的都有了 羅小鵬曾經寫過一篇文章 叫《黨天下的總理難題》 今天的黨天下的權力繼承的難題 也已經凸顯了 因為畢竟是個七十多歲的人 不不 權力繼承就是 我講白了 就是一個秦帝制 秦制的領導人 如何產生 這個就是我稱為從秦制到共和 這個路怎麼走下去 從秦制到共和 這是一條漫長的路 我們經過了將近一百多年的時間 這個時間的過程呢 按照秦平先生所說的 我們走了一半 那麼由於一個特殊的歷史境地 他們當然就是這樣 以習近平為代表的這種紅二代 樸素的共產主義 原教族主義思想的熏陶 以及他的大刀骨 一個人孤獨的很決勝的革命 終於把一個即將傾倒的帝國大廈 做了一個維護和結構性的重組 它還不是叫傾倒 它是爛圖 爛圖 就這個角度來看 就在中國共產黨的一個現代化的政治行為過程 它扮演的角色不可被忽略 無論你怎麼詆毀他 怎麼蔑視他 怎麼嘲笑他 怎麼給他複製很多包子 維尼熊之類的東西 但那種情感的東西 解決不了我們對一個歷史人物的評價 那麼好 從秦帝制 如何走向共和 這是個艱辛的難題 我們有一個共同朋友叫呂中樓 呂中樓在人大讀經濟學博士的博士論文 是論新時代的制度經濟學 我記得我們今天的話題可以在新時代的制度政治學來做一個破題 我們已經連續破了兩個題 一個是如何來評價過去12年的作為 一個是如何來評價這個領導人在過去和將來的歷史定位 陳平先生做了他自己一個闡述 但是極為難的是他作為一個過來人 他已經做了一些很冷靜客觀的反省 這個環境是幾乎所有知識分子群體 所有曾經在八十年代刺詐風雲 一直延續到現在行將老去的公共知識分子群體 自由派群體多數人所不能及的 這是對陳平先生的這樣一個大膽的真誠的坦率的舉動 我給的評價是正面的 兩個話題 我們其實只是破題 我們沒有完全的展開和闡述 因為這個破題很重要 有人破題這就是個先行者 先行者是寂寞的 我們曾經寂寞過多年 因為我們總是走得比人家稍微前面一點 因此付出的代價也是顯而易見 但對我們來講人生無悔 我們現在作為一種體制內的人走出了體制外 在體制外我們以一個建設者批評者 甚至很犀利的批評者的解釋 我們付出了很多的代價 今天這個代價可以是必須付出的 因為自己的本身的幼稚 自己本身的政治的某種不成熟吧 但是我們願意去看待自己的曾經以往 我們願意用更客觀和平時的角度去看待 過去十二年中國發生了一切 我們願意更實事求是地評價 習近平在當代政治史上 在中華民族的政治史上 他即將扮演的角色 我們兩個破題不一定有定論 但我們願意這兩個節目來 來引起大家的熱烈的討論 回憶參半 就是對我這個節目 對百年變局對話成平最好的評價 我們今天話題暫時告一段落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